清明时节 缅怀先烈 在革命烈士张千光的家乡武汉市新州区 干部群众自发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园 瞻仰烈士纪念碑 献花 寄托哀思之情 张千光 1908年出生于湖北省新州县萧家桥附近张北南村 同年十岁父母到武汉谋生 父亲死后 他只身留在武汉 已出卖劳力虎口 1919年 考进中学的张千光客与懒杂火 假日搞搬运 靠着办公办读 张千光考取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 1934年任大野县政府读学 两年后调任应城县政府读学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为开展敌后抗日救亡运动 和接力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派总毕武 陶住等到应城县汤匙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 指导员训练班 不久 国民党派张千光监视训练班的活动 通过旁听陶住等共产党人的讲课 张千光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抗战和革命的正确主张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在逃住等人的帮助下 张千光一方面在政治上掩护训练班的活动 一方面组织和动员青年到训练班学习 筹建抗日宣传队 深入农村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底 张千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 任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 经过艰苦工作成立了应城县第一区抗日民主政权 张千光担任区长 1940年春 中共应城县委成立 张千光当选为县委委员兼政权部部长 1941年3月 中共应城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张千光当选为县委书记 后接任县长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 他肩负全面领导应城地区抗日斗争的重任 为厄域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提供了经济物资和人员补给 为应城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故事 1944年8月 调任湘北专员 1945年3月调任厄中专员 后又担任中共湘北地委书记 1946年6月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围攻中原解放区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实施中原突围 张千光主动要求留下坚持斗争 担任新山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 率领厄中留守部队与数倍余己的敌人周贤 在厄西北武当山地区 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的进攻 1947年2月26日 在新山县萍水河一带 张千光所率部队遭到敌人重兵包围 激战中张千光重担被俘 敌人对他威逼利用 转移兼施 都未能使他屈服 张千光英勇就义 十年39岁 张千光烈士以长年于绿水清善之间 其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勇策于我们心中 武汉市新州区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徐志学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只有传承红色基因做到心中有信念 心中有家国 才能更好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 据新华设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